大家好,我是小安 提到失眠,56岁王大爷都深有感触 慢慢长夜睡不着觉真是一件头疼的事 本来压力就大,再没有充分的休息 第二天工作根本没有进展 经精神状态不好,看着无精打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失眠食疗方 让你天天睡好觉,精神足,身体棒 我们先来准备适量的百合 百合入心经,性微寒 能清心除烦,宁心安神 治疗失眠多梦,心情抑郁的功效 而且,百合因为自带宁神静气的功效 而且散发着淡淡的优香 所以,失眠人群用百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眠症状 百合口感鲜嫩,营养丰富 并带有非常好的美容功效 人们常说,一白遮白丑 就就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细腻白色有光泽 比起桌上的瓶瓶罐罐来得更健康 那是因为,百合里含有丰富的粘液质和维生素 这些元素都是对于我们皮肤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可以促进皮肤细胞新陈代谢 我们把百合放入大碗中 搓洗干净之后,我们捞出沥干水分 放到小碗中备用即可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大枣 大枣是生活中做饭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 不仅食用起来香甜可口 更是给饭菜增加了独特的味道 大枣在《本草清洁》里面有提到过 讲大枣可以安神养脾气 通酒窍 平衡 温胃气 阴阳形气不足者可以调理不足 补气血 红枣为公认的补养佳品 食料药膳中常加入红枣补养身体 滋润气血 多吃有提升身体元气的作用 红枣中所含有的黄铜 一双一葡萄糖 有镇静 催眠和降压的作用 准备一个剪刀 把红枣剪成小段 把红枣剪好之后 放在碗中备用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茯苓 茯苓有着四十神药的美誉 性味平和 属于药食同源的食物 商家把茯苓研磨成细末 然后制作成各种零食 常见的有茯苓饼 茯苓馄饨 以及茯苓糕等 营养价值极高 茯苓能起到沥水去湿 宁心安神 和健脾效果 总而言之 茯苓的药用价值非常强大 茯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它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 营养特别丰富 主要是长在松树下的一种菌类 常吃对人体有诸多益处 像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茯苓吃法 还有咱们的茯苓粥 都非常的美味 茯苓也有非常多的灰尘 把茯苓抓洗干净 捞出沥干水分 放到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少许的陈皮 中医上常说 百年陈皮 千年人参 足可见陈皮有着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功效 适当地喝陈皮水更是有益身心健康 陈皮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喝茶的时候我们放点陈皮进去 煮粥的时候也可以放点陈皮 煲汤水和老火汤就更不用说 不管煮什么 加点陈皮 味道就有了本质的升级 我们把茯苓放到大碗中来 给它搓洗一下 把不仁外皮的灰尘给它搓洗干净 脱洗好之后 我们捞出沥干水分 再来准备适量的薏米 薏仁米是一种粗粮 含有碳水、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 具有健脾驱失、利尿、消水疹 清热降火的功效 薏仁米还可以入药 除了可以去湿气 中药还用它来治疗失眠 如果大家有失眠、湿气症等问题 不妨多吃一些薏仁米 薏米作为传统的药用兼用古物资源 其丰富的营养成分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它不仅可以泡茶 日常还能做成美食 我们把玉米倒入到大碗中 把玉米给它搓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 我们捞出沥干水分 放到小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少许的黄芪 黄芪是中医非常重要的 一味补义奇药材 其主要功效就是补气 但是好多人可能不知道 是黄芪还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黄芪作为一味的补医药材 对于缺气、皮须疲惫等症状 都有一定的改改善 用黄芪还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 提高身体抗病能力 同时 它还能够促进身体肝脏和肾脏的功能 使人变得更加精力充沛 黄芪是一种很常见的补义中药 有人甚至将黄芪为中药草中 十大养生上品 我们把黄芪放入水中 来给它搓洗一下 把黄芪洗干净 黄芪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非常的亲民 我们把黄芪捞出来放到小碗中备用即可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口锅 适量的清水 盖盖开大火给它煮15分钟 我们按煮花茶键给它煮15分钟 我们把它倒入碗中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 倒入小碗中 搅拌一下 夜里睡不好 睡不香 腰酸被痛失眠的朋友 我们常喝这道汤 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天天精神足 身体被棒 气色越来越好 这道汤非常的适合失眠的朋友 如果你有失眠夜里睡不着觉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 朋友们家人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健康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